想看 惟总 这家机构 放时间 总裁说让你务必实地考察 哥 哥 跟我这边例行公事了 这种事我哪懂啊 肯定都听你的 好吧 记得中午回家吃饭 好 没有问题 姐姐 你到底在哪里 新店开业 我们有优惠 您好 您好 您看看 新店开业 您好 我们新店开业 您拿一张 您好 我来 Mother 小朋友我不是跟你道过歉了吗 你别跟着我了 你快回家吧 你妈妈会担心你的 我还在忙呢 我没有妈妈 那你家也还有谁啊 还有姐姐你 我 我不是你姐姐 姐姐我渴了 行行 给你买水 喝吧 喂 欢喜哥 行行啊 你爷爷病了 爷爷病了 没什么大事 出几天院就好了 医药费我出 医药费我会还给你的 我不还万人的钱 来 我送你回家 哇 这是你家吗 郑郑 郑郑 少 少爷 你回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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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他们是坏人 救我 放开 放开我 姐姐救我 我报警了 我是新生日的父亲 父亲 哪有父亲抓儿子的呀 他病了 我给他请了最优秀的医药团队 虽然为他治疗 可他 不告恶别 医父 他们来了 在院子 照待一下 我信家 未来我媳妇来了 坐 坐 坐 谢谢先生 最好别这样称呼啊 传出去对我们贝尔可不好 这位是 这是我公司经纪人 我 闯诚哥 无事不登三宝殿 毁婚 他怎么这么小就订婚了呀 新家和宝家试交 他俩从小就定下婚约 不是说这次只是来看看吗 信先生 贝尔县的各种商业网剧都有 如果传出去他已经订婚了 而且对方还是孩子 还是个不正常的孩子 闭嘴 你在胡说什么 珍珍哥 珍珍哥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吗 撞撞 哥哥 我们一起玩吧 你就这么讨厌我吧 那时候珍珍不愿意接触任何女性 你是她第一个愿意接触的女人 那件事是什么事啊 好了 现在都死心了吧 婚约必须取消 好 这件事是什么事啊 好了 冬月 吴小姐 今天真的是太实力了 没能好好招待你 没有没有 那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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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我是医学院的学生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 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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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长别怕 你只是做噩梦了 那件事后 郑长经常做噩梦 昨天幸好你在 那件事是这 郑长有个亲姐姐叫姓姨 在她十多岁那年 郑长 郑长 姐姐出去了 你在家好好听爸爸话 好吗 乖 爸 我走了 好 好 叔叔 小心啊 好 郑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她受到了强烈刺激 自己得了 症状病毒 就是床上护医生 她在心智从此关上了大门 身体也拒绝伤肠 那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能帮助她呢 时光倒流 回到那天 时光倒流 好 对 在她面前情景重现 让她再一次地看见 当天的情景 给她强刺激 强行让她接受现实 但是 这个方法 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呀 长痛不如短痛 这是能帮证人的唯一办法 对 郑郑 郑郑 姐姐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 情景在线 想刺激 然后让郑郑接受促生肠治疗 好 好 好 完成了 怎么不按计划继续装下去呢 她应该从郑郑的生活里 消失才对吧 郑郑 你想起来了吗 我想起来了 姐姐回来了 你怎么没有按照说好的来 训叔叔 我觉得那样 对郑郑的刺激太大了 我请教了医学院的心理医学专家 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建议 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我现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对他来说 更温柔 谢谢你 我不想该说什么才好 真的非常感谢你 叔叔 郑郑没事吧 走走走走 一切都在把控中 据疑是他检查到他能听播音开始发生的变化 应该是好事 太好了 叔叔 那我能去看看郑郑吗 这个 据郑医师说在真正西里她的姐姐茗茗已经死了 所以短时间之内不好让她看见你 你跟姻姻 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实在太像了 我知道了 我就先回去了 一年前我毕业了 为了尽快赚给爷爷治病的钱 我放弃了做医生 而是经了一家 互联网医疗机构 我每个人都等着谈过去 也方便你对我们的新产品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上次你推荐的药皮加上资料 能转转过了 大学你非常专业 而愿意下午三点过来面谈 好啊好啊 我下午三点一定准时到 谢谢你 没理解 我还有工作 我就先走 喂 盈盈 下午把这些传单都发出去 东西有点多 辛苦了 好 记得穿卡通服 吉祥 宝曼生物型产品 宝曼生物型产品 大家看一下 宝曼生物 我刚打草干净就被你弄脏了 把它弄干净 别踩别踩 我帮你发吧 谢谢 不用了 我得抓紧发完 三点还有事儿 还是老样子 二十分钟我帮你发完 你请我喝东西 二十分钟 这么多传单 我一下午都发不完 你二十分钟就能发完 又说了 移动互联网时代都有算法推送 我设定好关键词加上我的破解 一定能吸引来人 你这熊 魔方 来 拍一拍 想看更厉害的吗 请领传单 好好好 我设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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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励你的 奖励你 认识我来了 姓郑郑 怎么形容思念 我平记得 三点了 我拥有了重要的客户 你先拿着 季风向有了终点远 渐渐 哥 你跑去哪儿了 现在才回来 这东西哪儿来的 也不嫌脏 还笑 走啦 不是吧 爸 现在就出去 是的 我有咱们家的生意 我们先就走 非洲那边太艰苦了 还是我替您去吧 不行 也就要好好地留在国内 照顾家族产业 嗯 现在 爸爸出去了 你一切都要听他的 好 你也给自己来一杯啊 我不喝酒 衣服 喝水就好了 好 一帆 你还我家几年了 我十六岁那年 我爸去世后我就来这儿了 算下来 也有十几年了 你爸当年和我一起创业 如果身体健康 好 到现在 他赚的钱一定比我还多 可是 以后啊 你爸 就别叫我衣服 就叫爸 爸 嗯 来 喝点水 哦 我今天 没有要他的联系方式啊 宝漫生物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啊 哦 哦 郑郑 昨天怎么那么巧遇到你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昨天任务没完成吧 美丽姐 昨天的传单 我已经都发完了 你骗鬼啊 那么多传单 说发完就发完啦 我 都发完了 走 来 今天天气真好啊 像做梦一样 在公司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我帮你出头好不好 你一个小孩 帮我出什么头啊 再说了 我要是不发传单 怎么跟你重逢呢 也是 所以啊 生活中呢 不管是大事小事 好事还是坏事 都值得感恩 姐姐 下班 我来接你好不好 好呀 姐姐带你去吃好吃的 不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走吧 走吧 哎呀 周周 你怎么还是这么淘气啊 看这里 还记得吗 加油 加油 走 我当然记得啊 我要谢谢你 盈盈 盈盈 那一大那一小的 叫姐姐 哇 我这么贴心 现在我是真的相信 你长大了 我本来就不想了 我认识你的时候呢 是两年前 那个时候 你才八岁 那个时候我已经十八岁了 是啊 十八岁被推回你的小片 大哥 跟你商量个事 我们收购保卖公司吧 你一向对生意不感兴趣 怎么突然有这想法 全发出去 信总 我们再也合上了 我今天特意去实际考察过这家公司 很不错 很有发展前途 倒不是什么大事 爸出国前本来就有收购 互联网 深入公司的意向 那收购后 交给我管理吧 可以 我跟爸说一下 你该不会是看上 那公司里 哪个小鬼吧 爸出国前可交代过了 好好学习 不许谈恋爱 放心吧 哥 我只是 为了学习 学习 不错啊 再换个姿势 哎 来 拍好点啊 一定要上头条 给你发红包 你发的上一套 一套大厨了 快点再不错 哎哎 这儿没拍完呢 就走了 这么想着 新家二少爷的病剧也能好 当初不跟他结束婚约不就好了 你现在的人气有些下降 如果能恢复跟新家的婚约 一夜之间 你就能挽回人气了 坚振哥 正诚哥 一凡哥跟我说你在这儿 正诚哥 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 可是 我都已经跟我爸爸说了 他同意我们重新理性婚约了 既然已经选择回婚 那就没有恢复的必要了 回婚不是我的本意 我也是身份有几的 郑郑哥 我知道 我已经没有怪你了 以后 你别再叫我郑郑哥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郑哥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有事 郑郑哥 郑郑哥 你别走 先郑郑 我 我一定会得到你的 兄弟 你等女朋友啊 你呢 我等我老婆 哎呀 音音 郑郑 你怎么在这儿 婚姓哥 来不及了 别愣着了 赶紧走 我老婆漂亮吧 老婆 我们查的车 进来 你怎么回事 你爷爷病了 让我叫你回去呢 抓紧时间 赶紧走吧 行 你在楼下等我 我把工作交接一下就下来 是什么不好 上午 吓得你了 环写哥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 这有啥不合适的 欠你的钱 我会很快还给你的 搜索这辆车经常出现的地方 选取停留时间最长的位置 有了 爷 你怎么喝上茶了 这是洗脚毛巾 爷爷 你怎么样啊 严不严重啊 我走之前想让你成个家 爷爷死了 也瞑目了 爷爷 你说什么呢 你好好养病 爷 你放心 这事交给我了 明天我就给盈盈去领症 这么一冲洗 你的病一直就好了 爷爷 你好好养病啊 我不喜欢欢喜哥 我不会跟他领症的 你还假的 欢喜这两年 对你多好 咱可不能忘恩负义 你不嫁给他 嫁给谁啊 嫁给我 你是谁啊 姓郑郑 爷爷好 你好 你好 请 跟我讲什么 郑郑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就跟我来看看 爷爷爷 你怎么还有男朋友啊 爷爷 我没有 他正常都怪你乱说的 我这不是帮你吗 姐姐 真的不用我陪你吗 你先回去吧 等爷爷身体好一点之后 我就回去上班 先回去吧 好 我听你的 姐姐你先进去吧 我看您进去 我才安心 你会还 可以 你走 我到哪儿去 你 有到哪儿去 你走 我到哪儿去 我走 我走 你睡觉的 你睡着吧 睡着去 睡着 对 你睡觉了 睡着 不睡着 你睡着 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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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焕熙手也太黑了 放心吧 我没吃亏 小伙子 你还是走吧 刘家你惹不起 他是我们村的首富 就他们 不配给我斗 爷爷 你为什么总是怕刘家呀 我知道 这两年他们帮撑了我们不少 他们家到底给了我们多少钱 等我赚钱之后 全部还给他们 爷爷 爷爷 我考虑大学了 好好好 当心 当心 好 真好 冷静点啊 那个死丫头敢勾引野汉子 打我儿子 我非得要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妈 不管营营的事 要怪就怪那个臭小子 看你是个窝囊样子 怪不得别人把我们吃得死死的 怪不得别人把我们吃得死死的 不过啊 他们还有把柄 算在这儿上 我给你拿去 好 好 你看 警察 好好好 有没有说我的了 姐姐 我还 一会儿去爷爷房间睡 别着凉了啊 嗯 妈 给我 盈盈说 这些年钱花得差不多了 能不能就别拿为她了吧 这是钱的事情吗 把我儿子打成你看看这里 你看看这里 妈 疼了 脸都打肿了 看看这 看看这 爷爷 爷爷 我们今天吃这套伙论 爷爷 我爷不见了 别急 我们去找 叔 年纪越来越大 记性也越来越差 白痴黑痴 需要我再提醒你吗 算我求求你们了 就算了吧 爷爷 别求他们了 我们走 想走 欺负我们老刘家没有人 今天这笔账 我们要好好算一算 爷爷 你带着爷爷先走 双喜家具场 你们应该很熟悉吧 那是我们家的 巧了 这个场就在我信息集团的地上 你们要是再这么呼掌蓝缠的话 明天就让你们关家 叔叔 这里以前很美的 只是现在 姐姐 让我照顾你吧 你别闹了 弟弟 你别闹了 弟弟 姐姐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说 像以前你照顾我那样照顾你 姐姐 果然思想开放啊 姐姐 没事吧 我带着 我们先上去 姐姐 你这样不行 要不我陪你吧 我自己走 来吧 来吧 上呀 我怕你会紧张 你告白就像落藏 当勇敢开始不知去想 喜欢自己 杀 牵着肉丝与伸张 影子被时光慢慢拉长 依林儿 这孩子很不错 但做男朋友 还是要找一个 比自己年纪大的更合适 是 爷爷 我只把他当弟弟而已 爷爷 我走了 爷爷再见 看前方 我把你会紧张 你告白情深多藏 当勇敢开始不知去想 喜欢在夕阳下 牵着肉丝与伸张 影子被时光慢慢拉长 念念不忘 姐姐 刘家应该不会再闻到你们了 爷爷的身体也没什么大碍 你可以放心了 还疼吗 没事 姐姐 你以后有什么事 一定要告诉我 我可以保护你的 你准备怎么保护我呀 今天你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你要给我什么惊喜啊 我去想oun 尔姨姐 你怎么能亲自干这种操伙呢 快坐快坐 确实 您快坐 尔姨姐 喝点水 吃点水果 诶 凭什么 你本来的老总是谁 我不服 你没有什么事吗 是你啊 好久不见 听说新来了领导 我们销售部门的一枝花 想约您共进晚餐 中午吧 一起 郑郑 你猜我今天在公司看见谁了 大哥 两年没见 他又变成熟稳重了 这个就是你说的惊喜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头怎么了 我看 收购公司的事 我办好了 只是爸要求我亲自来管理 不是说我来管理吗 我第一次见你对公司管理这么上心 莫非 有什么印象 韦总真是气宇不凡 这餐厅环境不错啊 魏小姐 我们庆祝你容身主管 以咖啡代酒碰一遍 魏总 我刚好想找您聊聊这个事 以我现在的业绩 还坐不到主管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来吧 那行吧 不谈公事 郑郑 这么巧 过来坐吧 过来坐吧 你的伤好点了吗 我没事儿 出来吃饭 怎么不约我呢 我想补个妆 韦总 洗手间在哪儿 在后面 你该不认识吗 带人家去嘛 给 给 给 还记得这里吗 还真的都是老样子啊 明天 明天 明天我会正式向你告白 我不要再做你弟弟了 我要正式成为你的男朋友 谁啊 这有什么 你先坐啊 我在做饭 穿着 穿着 你这是穿着什么衣服呀 我看看 你是穿着你爸爸的衣服是不是 来来 坐坐坐 给你倒杯水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啊 姐姐在做饭呢 小孩子家家送花呀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你不是小孩了 那你是什么呀 是什么 我叫总摸我头 一点都不懂 好好好 你不是小孩了 那 我们就来做一点 大人在做的事吧 大人做的事 我这真的是第一次 不是很熟练 没关系啊 我教你 来 把衣服脱了 把围裙戴上 姐姐 这是糊了 是正常的 你再加点水啊 行 正常 我去开门 姐姐 那你这边来 我去开门 你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才怎么在这儿啊 韦总 你怎么来了 我身为公司总裁 来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 怎么才看员工 还送花啊 哇 好漂亮 是不是有东西糊了 我去关火 我来 我来吧 喂 韦总 这种赏试哪能让你来啊 哇 韦总 你还有这种手艺 快吃啊 我警告你 我警告你 别打我这主意 你姐姐 确实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既然你从小那么喜欢你姐姐 那我把她娶回家 给你做嫂子 瞎说什么呢你 怎么不动筷子啊 慢点 趁着吃 韦音 我现在过来找你了 韦总 这是我做的下个月的计划 您过目一下 这个月的目标 我们已经达成了 还不错 继续呢 韦总 今晚下班 一起吃饭 美丽姐 我约人了 谁 盈盈 我不能退送了 喂 盈盈 又是你 你山不容二美 除非一公一母 我跟你师父两立 正正 怎么是你啊 你大哥不是要来找我吗 盈盈 你不会喜欢我大哥吧 你说什么呢 小孩子家家的 以前 都是你哄着我 保护我 以后我不想再这样了 从今晚后 换我来守护你 小晨 你疯了 等等我 我去去救队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喜欢魏盈盈 从小到大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争过 我什么时候跟你争过 太好了 谢谢哥 谢谢哥 盈盈 我有话对你说 盈盈 我一直都喜欢你 你不知道吗 别再把我当小孩了 郑长 你别说了 你在我心里 一直是那个天真浪漫的弟弟 总是会婷婷地叫我姐姐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你知道吗 这两年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那次相遇 不是什么人 是我一直都在找你 当我再次见到你的那一刻 我感觉我的心都会要跳出来了 从那一刻起 我就暗暗发誓 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 郑长 你先回去吧 我现在老子喝了 我已经不再是小孩了 还请你 能认认真真地 考虑下我 没想到你这么有心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玫瑰 这个是送给盈盈的 你姐姐 她出去发传单了 还没回来 她怎么又去发传单了 不怪我事啊 是你姐姐自己要去的 我去找你了 走了 出来吧 谢谢你 没理解 你这是算谁呢 这样的高富帅追你 还躲着不见 我跟他不太合适 年龄不合适 家庭也不合适 姐劝你一句 灰姑娘也有自己的王子 你不必太在意 盈盈 你不合适 重重 我们两个不合适 盈盈 盈盈 你开门啊 你为什么躲着我 重重 你现在这样我也很难过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面对你的这份感情 可能我们两个不见面 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 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 正正 你在这儿等了一晚上吗 你这样我很担心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盈盈 你不见我 我想不通 一晚上都没有想到 正正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以后还像以前那样 无忧无虑地相处好不好 好 咳 咳 你现在要得好吗 我不是你 只要是你 他是我 我能和他 不得了我 我有能力帮你保护他 谁要欺负我的盈盈 我给谁急 想通了打车电话机 喂 你说你帮我 你怎么帮我 姐姐 这里走 诚诚哥 我歪脚了 看这么高的高跟鞋干嘛 诚诚哥 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 我知道你怨我 当年在你生病的时候退了婚 可是那时候我还是有苦衷的 退婚过后的每一天 我都过得无比煎熬 有无数次 我都跑到咱们小时候 一起玩耍过的地方 幻想着你能出现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等到你 诚诚哥 你能原谅我吗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我怕他误会 诚诚哥 喂 你想知道 是谁抄造你胃婚夫 你胃婚夫来了 见面就给大家发喜糖 你也吃 胃婚夫 对啊 还有就是那个胖胖的土大款 来来来 谢谢 欢喜哥 他不是我未婚夫 欢喜哥你干吗呢 你别发了 你怎么会是我未婚夫呢 什么硬 害什么羞呢 我们是有婚约的 你们看 看 白纸黑子 小姐啊 太帅了 太帅了 魏盈盈 从小到大 我都没受过这样的屈辱 就凭你 你明明有婚约 干嘛还要抢我的未婚夫 搞了半天还是个小三人 看着挺清纯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人啊 别瞎说 你怎么打人哪 有关系 有关系是吧 管好你自己的女 姐 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 我现在就去给你做 行政政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出去 渣男 你们都欺负 渣男 行政政 我说了我不想接你 你赶紧走 杨盈 是我 怎么是你啊 哎呀 爷爷病了 爷爷又病了 怎么样啊 严不严重 都住院了 我 你打电话你不接 你说你我这一个人忙前忙后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赶紧走 欢喜哥 我们不是去医院看医院 咱们爷爷嘛 来这干嘛呀 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哪一页生活用品 来 跟我来吧 爷爷你先坐 我收拾一下吧 人哪 喂 怎么又是你 营运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收不了你 那么急躁怎么成事 听我的今晚 他就是你的了 你什么意思 今晚把他带到四奇乐宾馆 304房间 让他喝下桌上那瓶水 接下来 就看你的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帮我 哼 帮你 我是在帮我自己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欢喜哥你快点吧 爷爷还在医院等着呢 杨杨 你想喝点水 你吃水 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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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它变成了一个什么词 A A A 为小三 人家当然是有手段的 要不然是怎么坐上主管的位置 难道靠业绩吗 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谢谢维总的照顾 不过主管的头衔 我不想因为被照顾才得到 所以还是请维总收回吧 这么快就认输了 这个 房美丽这个月的销售额 如果你这个月能超越它 那你这主管的位子也就当之无愧了 还有两天 那我试试 女儿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奋斗 你 你怎么来了 我在你家楼下等了好久我都没有见到你 有点担心你 买了点吃的 来公司看看 你不是去抱别人了吗 我都跟你解释过了 那都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我心里只有你 想了 我就在这儿陪你 不会打扰你的 怎么形容思念 我贫瘠的语言 季风向有了终点 远渐渐 若想你一边 会花星星一点 来来来来来 什么事 到底什么事啊 好事是好事 你来了就知道了 来来来来来 宁明 你的努力我看到了 你确实胜任主管的位置 我服了 谢谢大家 谢谢 郑郑 你看 这是我们公司新做的项目 做得很好啊 是吧 那我去做点吃的 庆祝一下 郑郑 上次你做饭 差点把姐姐的厨放烧了 还是我来吧 放心吧 姐姐 这一次 我特意去学了的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郑郑 这个就是你尽心准备的大餐 不过这个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简单了 吃吧 来 来 烛光晚餐和我的未婚夫 魏盈盈勾引我未婚夫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你放手你弄疼我了 你知不知道 咱们两家已经同意继续婚约了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放手 我最好不要再碰我的女 否则 我什么都做了出来 我心正正正 我会让你知道的 你是错的 云云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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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好 行 行了 行了 都别拍了 出事了 哎呀 你慌什么慌呀 你看我这身像不像那个魏盈盈下地干活的样子 哎呀 我的大小姐出事了 对你影响非常大 我能有什么事啊 投资商撤资了 戏拍不成了 你不能拍戏了 撤资 投资商的公司被信价给收购了 信正常 那怎么办呀 我想拍戏啊 没事 没事 交给我处理 哎呀 新少爷长这么大了 第一次见您 您才这么大 有事说事 没事请回吧 最近新家收购的投资公司 撤资了宝贝儿的电影 这看您 看能不能帮帮忙 这些都是公司的事儿 商业合作 我无权插手 你个小屁孩儿 敬酒不吃吃罚酒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事儿 魏盈盈 是我的女人 你们要敢再动她 我不保证 我会做出什么事来 宝贝儿的事儿 你可以找我哥 信正正 对不起 我想一个人见一见 郑正病了 郑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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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郑你怎么了 你看看姐姐 郑郑 郑郑对不起 以后我什么都答应你好不好 你别吓我 郑郑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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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应该是受到强烈的刺激 导致病情复发 喂 爸 我是真的喜欢魏盈盈 我 绝对不行 魏盈盈虽然对你 对咱们家有恩情 但家庭差距太大 你们不能在一起 爸 我真的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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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次 能封闭自己内心的方式 来抗拒不能接受的事情 不过你放心 再接受治疗吧 她我也好吧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我不相信 郑郑郑郑郑 冷静一点 她会好吗 她会好吗 她会不好 她会好吗 才会好吗 但是她很向她 她就 поп了 她就不会有点 她睡醒了 她自己员 她就会好吗 我 她在家去 她就这么想 她不想 郑郑 你看 今天天气多好啊 就像我们在山里第二次相逢的那一天 阳光洒在你身上 你整个人都在发光 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只是我一直不敢面对我那些感情 郑郑 等你好起来 我们就真实在一起 好不好 不管多久 我都会等你 姐姐 我听到你说话了 是你再一次把我从沉睡中唤醒 盈盈 哈 你是谁 郑郑呢 郑郑呢 就是你 盈盈 郑郑 郑郑 姐姐 姐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感到我姐姐一根狠毛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你们两个我听着 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只能活一个 把我停放了 把我留下 把我停放了 你别听她的 你把她放走我留下 嘘 你们听我说 我把你停放了 我留下 你别听她的让她走 盈盈 你听我说盈盈 你要是不在了 我活着比死了都痛苦 我求求你 你走吧 郑郑 直到今天 我才明白你对我来说有多竟然 我爱你 我一直都爱你 如果今天你不在了 那我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备受监牢 所以 红夏的认识她就被盈盈了 最近盈盈 就你来承担吧 郑郑 姐姐 我求求不来这个痛苦 动手啊 郑郑 郑郑 想不到 你们还真是一个吃男人 宝贝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犯法 你去告我 我就跟他们说我在拍戏 我犯什么罪啊 郑郑 郑郑 你没事吧 老表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要是伤了你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是不会伤害她的 本来 就会想设计一场 让你看到她 但哪一头个子飞的真面呢 没想到 却上演了一场 孔明鸳鸯的戏码 你们把对方看得 比自己生命多重要 我输了 郑郑哥 这是我 最后一次给你添麻烦了 我保证 郭妍妍 照顾好郑郑哥 郑郑 所以你这次不是真的生病啊 我只是想争取机会 让家里同意我们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怎么形容思念 我贫瘠的语言 季风像有了终点云 渐渐 今天回去 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睡一觉 明天我来接你 这算不算啊 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嗯 明天不见不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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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我怎么把春心花发出去了 怎么办 太丢脸了 哥 这有条领带 那我自己拿了 谢谢大家 喂 喂 一凡 有事吗 郑郑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的呢 您别着急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有消息 马上通知我 郑郑郑 郑郑不见了 他们该找都找过了 这么一大伙人 怎么会消失呢 郑局长 放心 我们报警了 很快要有结果的 你先回去休息 郑郑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可是你去哪儿了 郑郑 你到底在哪儿 我 救命啊 救命啊 郑郑 我回来了 你以后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你以后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 相信我 好不好 好好好 原来这是场梦 郑郑 郑郑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百六十天了 你不在的每一天 我都在想你 你一定会回来找我 我总觉得 这一天很快就要来到了 也许 也许 现在你就在我门外 我一打开门就能见到你 燕燕 你要学会调试自己 别让身边的人担心你 我们去上班吧 郑郑啊 最喜欢喝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牛奶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产的让我买 花掉了我整整一半的工资 我都心疼死了 燕燕 你要学会接受现实 郑郑都消失这么久没有消息 说不定你都已经 不会的 郑郑她不会有事的 她答应过我会守护我 我相信她不会骗我 而且我经常能感觉到 她从来没有消失过 燕燕 郑郑不可能在这儿 你还用我 看你这样子 我很心疼 韦总 我想一个人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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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谅我 不能靠近你 我发现有坏人会伤害到我身边的人 而且好像还跟伤害我亲节有关 为了保护你 我只能离开你 默默关注你 保护你 原谅我 我马上会查出真相 回到你身边 魏总 还不死心 等盈盈呢 新城泽灵 水地石川 是情种子 魏总 盈盈 我们去吃晚餐吧 好呀 走吧 盈盈今天居然同意了 难道她从男朋友的失踪里走出来了 到家了 好好休息吧 伟总 我们结婚吧 我答应你了 我愿意 我愿意 十五秒 终于被我等到这一天 自从我爸过时候 我就来到这儿 像个外人一样 但明天 我就要成为这个家真正的儿子了 得到公司 得到房子 得到你的女人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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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着 要不是公民 你都死这么多年了 为何还阴魂不散你 是我爱死了你姐姐 我喝醉 不是苦 但谁知道你从此就不长大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 这个家早就是我了 但也没关系 我还是会得到这个家 得到公司 得到你的女人 我 才是这个家真正的儿子 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姑娘 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姑娘 你杀了我姐姐 还做假账 转移公司财产 一年以来 我一直在暗中调查 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呢 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 我们带你像亲人 你为什么男生的就是你 你爸 你都看清楚 我一番 好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差点被你蒙骗 我带着像亲人一样 你去自然 亲人 你们什么时候带我像亲人 从小到大 你喜欢的我不敢有半分染指 什么都要让着 什么都要讨好你们 但凭什么 别告诉我爸也有份 就因为他死得早 我就得过这种生活 我只想要回我的东西而已 为什么你们都要逼我 为什么 看在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 我劝你自私 你做梦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逼我做个坏人 为什么你要逼我 我要占有你的一切 你真的有伤失 黄迟 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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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conviction 都拍到了吗 去 果然是你 我就知道你一直在我身边 祝福你们 我都看到了 我要是不这么说你能出来吗 你在骗我出来 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也有苦衷 我本来想靠自己查出真相 保护盈盈 为清洁复仇 结果还是被盈盈发现了 并且把我完善了计划 故意刺激 诱导你说出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